哈囉大家好 我是沃貝莉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 肌膚之藥週年慶攻略 因為我之前拍的肌膚之藥影片 都是以開箱或者是使用為主的 這次因為很多人都問說 我週年慶會買哪些東西 剛好我收到了週年慶的DM 所以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在週年慶的攻略 那現在你們看到這支影片 週年慶應該還沒開始 因為我希望可以在週年慶預購會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這支影片 然後決定可以買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要去肌膚之藥週年慶的話 這支影片就給你們做參考囉 首先呢就是如果你有買過肌膚之藥的東西 應該就會在今年收到他們的DM 那通常他就會分兩種 一個是他們的預購會的 他們每年都會有自己的 預購會的這種風格 因為我自己買肌膚之藥已經至少有五年了吧 所以就是每次的主題我覺得他們都蠻用心的 那這一次呢他們就是一樣就是有在這個裡面有寫 你要參加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打電話跟那個他們的櫃姐預約 我是參加肌膚之藥版條單元白的 他們這次參加預購會的時間是10月15號到10月18號 他們就會有專屬的VIP室 你就可以去參加 然後這一次的參加的活動非常的多 我覺得他這次送的東西也非常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如果你有預購的話 他任意的消費不含用具類的 就會送光彩卸妝油 就是他們這一次新出的卸妝油 如果你到達保養品滿萬 就會送鑽白面膜 鑽白面膜我之前有分享過他們的影片 還有放在我的暗用品裡面 我覺得鑽白面膜蠻好用的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全臉的那種很均勻的亮白 肌膚之藥的這一款面膜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他們這次有一個組合 是有乳霜精露的大容量的組合 這個是36500 這一個組合呢 就是如果你平常有用他們的精子乳霜 還有用他們的光彩激光精露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一組 因為如果在中年慶買的話 你使用的時間就會是在冬天的時候 那冬天的時候就會讓皮膚變得比較有保濕 然後比較滋潤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這個精子乳霜 就是那種貴腹肌 然後非常的滋潤 然後透到肌底的這種 很滋潤的這種乳霜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的精子乳霜也很好用 如果你是有預算的話 這一組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個是 創生極致乳霜尊榮組 那我自己是沒有使用過正妝的 極致乳霜 那他們極致乳霜 我只有使用過是他們有送那個小樣的 然後也有在護膚療程裡面 我也有用過他們的極致的護膚 那個乳霜用起來真的是超香 然後超好聞 很舒服 然後他們的這種極致乳霜和極致系列 他就是有一個讓淋巴可以排毒啊 然後抗老的這種感覺 然後這一組用起來也很多人說會比較亮白 參加這次的預購會 如果你有之前累積的點數啊 他也可以用會員的點數四萬五千點 可以換他們新出的卸妝油 跟你們分享一下 他裡面有什麼可以換 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在手機APP裡面會有的會員 那我目前使用的是六萬九千多點 三萬五千點就可以換護唇膏 然後六萬五千點就可以換水精華加妝前凝霜 我應該是會換這一組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累積到年底再換 我就可以換護唇膏再加上水精華再加上妝前凝霜 然後接下來十萬塊的話會有24K黃金奢華復活面膜 然後如果你有再更多點數的話 素顏逆鈴眼磨加抗皺逆鈴精翠 這一組我也蠻想要的 但是就不知道我到年底可以累積到多少點數 因為他們的點數不是說你花多少錢就得到多少點數 像是如果你生日的時候去購買或者是他們當時有一些抽獎的活動 都可以從裡面得到點數 如果抽到15萬點我就會想要換這個素顏逆鈴眼磨的這一組 接下來到25萬點就會有創生極致防護乳加夜間精華 那以上就是他們這次預購會的滿額跟一些比較厲害的組合 然後另外一本呢 就是他們有這個新的代言人的這一本 在這個裡面呢就會有他們這次幾乎只要40週年的幻躍星空 所以他們這次就是以這個星空為主題的非常的漂亮 那每年呢就會在週年慶有他們這種很限量的包裝 那他們這個限量的包裝我就會想要收的是他們的精子乳霜這一組 他們精子乳霜的這個瓶子就很美 然後或者是如果你沒有他們的蜜粉的話 我也非常推薦可以收這個他們的蜜粉 但他們後面就不會再有限量的包裝了 所以你就是要趁這個時候去收他們這種限量的包裝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限量的包裝的組合 這一組我蠻想要收的 因為冬天的時候就會用到乳霜 然後加上我的激光精露已經要沒有了 然後他這個送的呢是 精脆光彩潔膚罩加修護精華跟防護精華乳 肌膚制藥的潔膚罩也是 每個人用肌膚制藥的第一個產品幾乎都是這個東西 因為每個人只要用過都會覺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覺得這一組送的很不錯 然後呢在圖片上面可以看到他會送這個 這種的大的化妝包 因為他之前有送幾款化妝包 就是沒有那麼大 然後如果你出去旅遊的話就沒有這麼好裝 然後我有時候出去就會保養的一袋 然後化妝品一袋 那像這種比較大的 你就可以放很多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一組呢 如果你是比較在意美白的整體的膚色亮度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這一組 這一組叫做照光霜精華組 所以呢他就會有這些東西 那這些呢就是有剛剛說的激光精露 然後加上素顏逆影鑽白金翠 就是這次也是新的產品 但是他送的東西就是比較小 像潔膚罩子有送20ml 激光精露再送3ml 就是那種小平的 然後再加上彈力乳霜 再加逆影眼膜一片 然後還有逆影鑽白面膜一片 無靈光彩防曬霜 他們的防曬也是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每次會在週年慶或是母親節的時候 就會補他們的防曬 他們每一年呢都一定會有 精子乳酸他自己的一組 那他這一組是18500 然後再送一些小樣 他會送激光精露 然後逆影鑽白金翠 還有逆影金翠 逆影金翠就是可以拉提的那個也很好用 但是我最常用的呢就是他們的激光精露 如果你有預算上的限制 只能買一組的話 我真的是蠻推可以買這個 激光精露的這一組 那他自己這裡面也有送 逆影金翠跟逆影鑽白金翠 那這一組是8500 那平常你買的話 不是中年慶買的話 你就只會有這一瓶激光精露 就不會送那個旁邊小的 那這次有出這個 上次去護膚的時候 我就順便試在臉上了 他整個感覺就是比較沒有遮瑕 然後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很亮 然後我那時候上了半邊的臉 我就覺得一邊有上的地方超亮 他就有一種讓你感覺 有一層膜在那邊 就好像你剛去做完護膚保養的這種亮度 他沒有什麼遮瑕度喔 所以如果你的臉是像我一樣有一些小斑點的話 就不適合 那如果你不在意那些小斑點 你覺得是可以用遮瑕稍微去遮一下的話 然後你很喜歡臉上的亮度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 然後接下來這邊有一個是 他們的美白的這個金翠 那他金翠也是有自己的一個組合 然後還有金翠的這一款面膜 這款面膜是9100 但我有一次好像要湊滿額的時候 我有買這個面膜 我覺得蠻好用的 他們的面膜是那種有點厚度的 然後可以讓整個精華很均勻的分布在你的臉上 然後你用一次就會有看得到效果 不會像有一些面膜 他要敷個幾次他才會有感覺 這款面膜真的是貴有貴的道理 他們還有一個系列就是素顏逆鈴的系列 就是如果你是在意一些小小的細紋啊 或者你想要拉提 他就可以讓你有慢慢有感覺 皮膚變得比較緊繃的這種 但是這種保養品 因為他不是醫美 所以你不可能擦幾次或擦一瓶就有感覺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要長長的去用 才會有感覺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大家會問說 如果我最入門我第一個會買的 會推薦什麼 我之前剛買的時候呢 我就是用這一組 精脆光彩的系列 剛剛說的這個精露就是一定要買嘛 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皮膚去選擇他們這個化妝水 然後還有他們的乳液 那他們的乳液就有分早上用的跟晚上用的 然後肌膚之藥的化妝品系列 我自己是有一罐這個粉底 他們這次出的氣墊粉餅也是非常的好用 氣墊粉餅的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粉餅我自己的包包裡面還有 就是我上次還去補貨他們的粉餅的理念補充的 那大家會說如果是化妝品的話最推什麼 我覺得化妝品如果你是在意那個整體的亮度和遮瑕的話 他們的這一個霧面的跟亮面的我比較喜歡霧面的 那霧面的呢你再去配他們的蜜粉 然後還有妝前霜 這三個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如果你是在意小瑕疵的話 他們的遮瑕膏也非常的好用 他們遮瑕膏是不會有乾紋的那一種 可以用在眼下然後遮瑕度也非常好 這種底妝的話就是每次週年輕都會出現的 那這次呢就會有那個打亮的限量版 那我之前的限量版也非常的好用 我到現在臉上的這個亮亮的地方也是用他們的打亮 然後接下來就是極致系列 極致系列剛剛有講到 貴婦品牌裡面的更高貴的一個貴婦系列 它叫做創生極致系列 那我自己是全部的都有用 只是真的有去買的呢 我就買過他們的洗臉的 然後還有葉乳然後還有眼霜 還有他們的香水 那其他呢我都有用過他們的小樣 那如果有預算的同學們就可以入這一組 因為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那個味道超級療癒 嗯這次我比較想要臭的 就不會是這些小樣了 那我比較想要的是正妝的那一種 那他們這次有正妝的就是 滿額有25,000會有光彩奢華禮 是這個無靈防曬霜 如果你是買組合的話 組合我記得是沒有辦法湊這個滿額正的 所以就等於是說你想要小禮物 還是說你想要湊這個就可以摺衣 然後他們35,000你也可以選擇是剛剛那個創生極致的洗眼罩 或者是他們的潔膚罩加妝前霜 那我覺得這一次送的東西都還蠻好的 好然後最後做一下總結 如果你是第一次購買肌膚之藥的話 你就可以入手他們的乳霜還有他們的精粹 這兩個是我很推薦大家可以買買看的 然後還有他們的洗臉的潔膚乳 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買 那如果是化妝品的話 限量版的蜜粉 限量版的打亮 這兩個都是我推薦大家可以去買的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肌膚之藥的週年慶攻略 如果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幫我按底下的喜歡 還有別忘了訂閱一下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